民进党花联县党部特别在狱里成立了服务处 主任陈崇为他表示说 过去经常有人说民进党在狱里没有服务处 这个声音党部都听到了 因此要继续为花联的民主来打拼 水到渠成的时候呢 更希望可以让花联在立委和县长的选举部分 有机会可以开花结果 编炮师响起 民进党花联县党部狱里服务处成立正式接牌 民进党花联县党部狱里服务处 7月30号下午2点举办成立季接牌仪式 也不少的乡亲都到场支持 玉镇服务处主任陈崇为致辞时说 过去曾有人说民进党在狱里没有服务处 这个声音党部听到了 所以继续为花联民主打拼 水到渠成时 要让花联立委县长有机会开花结果 主任表示成立服务处是好的开始 也是力量的集结 花联会越来越强 花联南区的服务也不会落后 民进党更会守护花联的民主 以及好山好水好生活 这次高松霜玉璃正采访报道